好 在这次呢 这个台风啊 在台中杀戮呢 又造成了灾情 杀戮这个地方两个礼拜已经淹了两次水了 那么在入夜之后 水虽然有退 不过居民看到自己家里面冰箱倒了 衣服又泡水 正在忙着抢救家园 我们带您看最新的画面 连线给李思贤 好 各位观众 专心为您持续守候在台中杀戮的灾区 那么您可以看到入夜之后 雨是小了 水也退了 但是现在家园整个被大水浸过 现在竟然是损失惨重 您可以看到这个宠物店 鸟店呢 鸟笼以及这个财物 通通都泡水 泡上了这个红色泥堡 那么业者是赶紧的来抢救家园 目前做到还只是前半段的部分 后头还有一大片要整理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办法恢复家园呢 我们来问一下这个业者怎么说 大姐 跟我们说一下 您现在这家囚园是怎样的 不知道 要问老板 不知道 真的很惨重 很惨重 对啊 就冰箱 然后四辆 还有机车 汽车 都 泡水吗 泡水 听不到什么 又听到什么时候也不知道 不是 对啊 您可以看到其实业者真的都是非常无奈 一条街通通泡水 当时水淹几乎快要到腰部 因此您可以看到包含这个冰箱也泡水 以及这个旁边的桌子啊 甚至是这些鸟笼啊 通通都已经是泡在水中了 那么呢 现在呢 趁着大水退了之后 业者是赶紧来清洗 抢救家园能救多少就是多少 那么甚至您也可以看到像是不试店 一样呢 衣服全都泡水 饮料店也一样 大家现在急着抢救家园 这是我们在现场为您掌握到的最近消息 主播